这边是一台泡丸机 这个泡丸机的主体 这边是滤芯房 用于先讲滤芯房 滤芯房是泡丸机 它那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灰尘一些杂质的 然后通过滤芯房从这里 里面还有滤芯的 把它的灰尘会通过脉尘反送 灰尘在底部 然后干净的空气排向那个空内的 这就是泡丸的磨菜 它里面有个叶片 钢丸从这里面下来之后 通过叶片会打到那个鸡汤里 你看 就是说通过泡丸机构 把砂炸起来会从这里面打上来 弓箭轮毂放在这上面 然后这边这两个是可以旋转的 让它轮毂放在上面之后 这轮毂它会转起来 然后沙从下面打上来 打到轮毂上来 这轮毂一圈都不能碰到 然后这沙上来了之后 它会掉到下面去 会往里面掉 掉到这个舱里面 舱里面 这里面有个螺旋的输送机构 把沙从这个舱里面输送到这里面 然后这就是加料口 一开始的时候这料就 钢猪倒在这里面 倒在这里面之后 这边是皮带的一个提升机构 然后钢砂 它转起来之后 那边的砂会过来 这里面的砂也是 倒在这里之后 它会从这个小碗一样的提升上去 到上面之后 它会放到这个 半门主线 光沙的一个 挺钢砂的嘛 然后喷的时候 这边有个电磁阀 有一个气缸吧 这边打开这个阀门 之后钢砂会掉下去 然后这转起来之后 刚刚好也会被吞上去 可以了 就这样子